一鸣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储物柜里放五物 逆年至少存百万 不论是农村自建房还是城市住宅 现在人们都喜欢在住宅那里 布局设计一个储物柜 用于放置各种物品 更好的利用空间 人们在布局储物柜的时候 往往会忽略储物柜的风水讲究 从而导致家中运势怎么也不好 那储物柜需要注意哪些风水呢 接下来小酱汁为酱友们分享 一 储物柜的风水作用 一 招财忘运 储物柜的功能本身就有库的意思 而国库 宝库 财库 粮库 水库 仓库 金库等等 这些与库相关的词语 几乎都意味着财富是财富的聚集地 存放地 要说储物柜中的物品 也大多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而更重要的是 如果能结合风水原理布局 还可以提升主人的储蓄财富 积累财富的运势 减少破财 劫财的可能 二 镇宅避邪 储物柜放家中 可对家居物品形成一种气场保护 起到避邪保平安的作用 而且能够把好的气息留在家中 使其不被泄露出去 还可以改善感情 使家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增加彼此之间的距离 三 改善风水 储物柜有聚材化煞的功能 如果家中风水不好 想要改善风水的 可以用储物柜来化解 把好的物件摆放在储物柜的一侧 不好的物件放在另外一侧 中间用隔断分开 吉祥的可以继续发挥 不吉利地封锁住 这样家里的运势会越来越好 二 储物柜的摆放遗迹 一 寄与大门正对 储物柜里收纳有大量的物品 是家中财富的象征 中国自古就有财不漏白的说法 如果大门正对着储物柜门 则会导致家中的财运流走 如果的确因为布局等原因 无法与大门隔开 可以通过调整储物柜放置方向 不要使得二者正对即可 同时 储物柜 鞋柜只能放置于大门通到两侧 而不能正对大门 二 寄位于阳台 当前住宅多为商品房 没有院子场地 因此阳台就起到了明堂的作用 一个宽敞明亮的明堂 会助长家中的运势 提升财运 在阳台放置储物柜的话 往往会导致阳台空间变得拥挤 无力于采光与通风 从而损害家庭的财运 三 寄位于卫生间 卫生间是家中最为潮湿之处 将物品藏于卫生间 一朝至发霉 产生细菌等等 同时 卫生间煞气较重 会污染储物柜中的物品 煞气 晦气与财富相伴 使得家中财运受挫 不利于风水 四 寄位于右侧 缝雾中左侧带指青龙位 右侧带指白虎位 青龙寓意祥锐 白虎寓意凶煞 因此 需要左侧的气势 压过右侧为宜 而储物柜等等 往往过于高大 会明显助长其所处位置的气势 因此切记放于卧室床的右侧位置 五 寄位于正位 储物柜不宜在正位 如正东 正西 正南 正北 因为很多杂物自身带有煞气 再加上里面可能还会放一些损坏的电器 长期用不到的工具 玩腻裂的玩偶等等 将它们都放在储物柜里 会大大的增强储物柜的煞气 六 宜位于胸位 在风水学中就有 台座及柜座兄的说法 也就是说 柜子是以摆放在吉利的方位 而柜子摆放恰恰相反 应该放在房间内相对不吉利的方位 来镇压书房内的凶煞之气 在风水学中 凡是讲究阴阳平衡 桌子应该是属阳的 而放置物品的柜子是静的属阴 所以柜子摆放也要讲究这样的原则 也就是柜子摆放 应该与桌子的摆放相对应 七 宜位于左侧 风水学上认为 左为青龙为羊 右为白虎为鹰 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说的男左女右 就是由此而来的 而夫妻关系 也和青龙白虎位的高低 有很大的关系 通常在风水学上来说 青龙一高白虎一低 所以较高的储物柜 应该放在床的左边 八 宜位于墙角 在风水学中 凡是讲究有靠山 储物柜的摆放同样如此 所以储物柜 适宜放在家中的墙角处 依墙而立 如果将其摆放到其他位置 里面储藏的物品也会不稳定 导致家中的运势出现变故 九 宜位于干燥处 储物柜是不能够摆放在 湿度大的地方的 太过潮湿 会导致储物柜里的东西发生变化 而且大部分储物柜是木做的 也容易发霉 运势也会降低 所以储物柜应该摆放在 干燥洁净的地方 防止污气 晦气出现 三 储物柜内的物品摆放遗迹 一 移放不常用的东西 储物柜一般都放一些不常用的东西 而常用的东西都不会放在储物柜 也可以放一些名画贵重的东西 因为名画和贵重的东西放在家里 招人惦记 不常用的东西放在储物柜 有时偶尔要用 就会到储物柜里去取 东西用完了 还会再放到储物柜里的 二 一放红包 红包代表的是大吉大利 裁员广进的意思 把红包装上前 放到储物柜里 有着招财旺财的寓意 也可以起到催财旺财的作用 而且放在储柜内 还象征着能守住家财 不让钱财外流 三 一放五地钱 五地钱的传说一直都流传至今 很多家庭一直都有着 摆放在家里招财的习惯 五地钱有仿小人 招财辟邪的奇效 因为古铜钱曾埋在地下 多为藏风水聚气场的强盛宝地 接受过地气 具有极强的化解煞气的作用 四 一放水晶 水晶一直都是富贵有钱的象征 能够给主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好运 它是稀有矿物的一种名巨物 即五行属晶 而晶能生水 有水晶的地方就有晶水之气 在风水学上 水气亦为财气 因此在储物柜内放置水晶 能够平衡整个储物柜的五行 从而带来充足的财气 五 一放桃木摆件 桃木具有曲斜画煞的功效 摆放在储物柜的话 不但能够镇宅保平安 而且还能让整个家里的气场 变得更为和谐顺畅 如果担心储物柜常年阴暗 导致阴气过剩的话 可以放桃木件来进行压制 六 既放二手品 二手品是很晦气的东西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运气 你拿回来的 可能也会带有不好的气息 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不好的事情 它也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运势 还有财运什么的 七 既放废弃物 已经损毁 无法继续使用的电器 发霉变质的食物等废弃物 流放在杂物间会产生异味 占用空间 使杂物间里摆放的物品沾染汇气 不利于杂物的储存 如果还在里面放很多的废弃物 就会使储物柜煞气过重 后坏家中的运势 令家人财路不畅 事业不稳 健康有损 八 既放鞋 每当换气逢时的时候 家人的鞋子太多 总感觉没地方放 而鞋柜里放上当季的鞋子 就已经满了 那么过季的鞋子 应当放置何处 有的人会把鞋子收纳好 放在储物柜里面 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 经常外出走动的鞋子 其本身的风水气场就很杂乱 而且储物柜是封闭空间 鞋子散发出来的气味 会让储物柜内的物品 都变成不祥之物 九 既放奇异石头 有时候在野外 会遇到一些 长得比较奇异的石头 有些人喜欢直接把石头 带回家摆着当装饰品 虽然大多数石头都是安全的 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石头 具有放射性 会危害人体健康 如果放在储物柜 会带来霉运 而且人还无法及时发现 哪怕发现了 也已经为时已晚 十 既放古董 很多人都有收藏古董的习惯 在自己家里面 购买一个价值不菲的古董 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值得的 但是我们在收集古董的时候 一定要弄清楚古董的来历 有一些古董 很有可能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带有前任主人的气息 把这样的古董放在家中 整个屋子变得阴气十足 家里的好运气 也有可能慢慢消失 家中任何一处地方 都不可忽视 储物柜虽然我们平时很少用 但它在家居中 也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如果你家运势不好 不妨看看 是不是储物柜出了问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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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